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调查 报告结论是 世卫没有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 导致伊波拉病毒扩散 世卫组织必须检讨 同时进行改革 由世界卫生组织委托的独立调查团 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查之后 作出结论 认为世卫没有及时做出适当反应 导致全球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伊波拉疫情 调查团认为 无国界医生组织早在去年5月就公开表示 西非三国出现疫情 要求国际社会和组织的援助 但是世卫却等到8月才开始行动 令调查团感到不解 不过 调查团也认为过错并不全在世卫身上 调查团认为 世卫必须进行改革 包括增加拨款 让世卫能够更迅速应对紧急情况 同时成立全球紧急应对小组 美国德克萨斯州遭遇连串龙卷风的袭击 至少5个人死亡 8个人失踪 40多个人受伤 七项署警告 全美大约有5000万人正在面临龙卷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 遭龙卷风袭击最严重的泛赞德县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范围内房屋被毁 倒塌的树木和电线杆到处可见 另外 阿肯色州也遭到龙卷风的肆虐 两个人丧命 根据国家迹象署的报告 从德克萨斯州到南达科他州大部分地区 这两天一共遭到20多起龙卷风的袭击 我们把镜头拉回到本地 衔接新加坡和吉隆坡的新龙高速铁路中站 已经决定建在现在的玉廊乡村俱乐部土地上 政府宣布征用这块土地 那大约两成的土地将用来建造高铁的终点站 其余则作为商业 娱乐休闲等综合发展用途 俱乐部必须在明年底把土地归还给政府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被征用的玉廊乡村俱乐部靠近玉廊东地铁站 面积约67公顷 当中12公顷将用来建造高铁站 其余的将重新发展为一个结合办公楼 酒店 零售商店 社区设施 娱乐与休闲用途的综合发展项目 市区重建局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土地管理局召开记者会 公布新龙高铁中站的具体位置 并表示 如于靠近玉廊商业区 距离玉廊东地铁站约600米 中站附近蔚来又计划兴建玉廊区域线和跨岛线 所以非常适合兴建新龙高铁中站 事件局指出 中站也将融入蔚来区内的发展 包括综合交通枢纽 新科学馆和玉廊湖花园等等 玉廊湖区重新发展后 将成为市区以外最大的中央商业区 面积约360公顷 相等于滨海湾的面积 中站将更好地同周围的设施衔接 方便居民和游客出行 陆路交通管理局也表示 新马的关卡 移民厅及检疫中心将设在中站内 乘客可以一次过半旅出进新加坡和入境马来西亚的手续 吉隆坡中站也设有类似设施 玉廊乡村俱乐部的土地原定2035年才到期 现在 土地被政府征用后 政府将根据当天的市价给予赔偿 俱乐部必须在明年11月把土地归还给政府 新闯门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 越来越多国人投资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特区的房地产 但是当地不断推出新项目 让人担心可能出现供应过剩的问题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黄旋才在国会上指出 如佛地区私宅的潜在供应量 比我国现有的私宅总数还要多 所幸 本地银行的铺险并不大 黄旋才代替副总理尚达曼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 数据显示伊斯干达和柔佛地区的潜在私宅供应量 达到33万6千个单位 这不但比我国的私宅总数多 而且还不包括大市第二通道附近1400公顷填海地段 在2020年之后建设的新项目 部长提醒国人 供应过剩可能导致房价下跌 他说 金管局和房地产代理理事会 将采取行动 帮助国人了解投资海外房地产的风险 不过部长指出 本地金融机构的海外房地产贷款 只占到总房贷的2% 不显程度不高 政府之前公布 今年下半年将会推出 新加坡储蓄债券 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杨立明透露 如果反应良好 政府单在今年内就可能发出 总值20亿到40亿元的债券 国人将可以通过银行的提款期来申购 目前参与计划的有 星展银行 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 国会三独通过政府债券修正法案 在修正法案下 政府可以对未来发出的政府债券设限 禁止债券的投资者随意在公开市场转卖 这是为了配合新加坡储蓄债券的推出 杨立明表示 这样的限制是为了确保投资者 不会损失本金 接下来的至少五年 政府每个月都会发行新债券 金融管理局也会在每个月的 第一个工作日公布发出多少债券 储蓄债券属于十年期限债券 本金受到新加坡政府的担保 投资者提前输回也不会有罚金 政府推出这项债券 是为了给散户投资者 更多低风险的长期投资选择 债券的具体发行时间将在较迟时候公布 东南亚运动会下个月即将在我国举行 到时一些赛事将需要动用到体育城的草坪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黄勋才透露 草坪将在相关赛事举行之前准备妥当 黄勋才在国会上表示 体育城所聘请的公司在另一个地点种植草坪 只有在赛事需要时 才会把草坪移植到体育场内 黄勋才说因为开幕式彩牌的关系 国家体育场内的草坪目前是被覆盖着的 底下所有的草也都已经枯死 不过他表示正因为体育城采取 必要时才铺设草坪的方案 草坪是在别处生长 他本人是查过草坪长得非常茂盛 黄勋才在国会答复 亦顺及选区议员李美化的询问时说 即将在我国主办的东运会赛事 门票销售情况比当局预期的来得好 一些热门赛事的门票已经售清 部长表示当局将在社区 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现场转播赛事 让更多国人能够观看和参与这场体育盛事 亚裔拉尔高速公路 昨天晚上发生交通意外 一辆运送棍凝土的泵车在行驶中起火燃烧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上网 从公众提供给本台的画面看 找我车辆几乎完全被大火吞噬 民防部队表示 他们在昨天晚上9点40分左右接到报案 获知在亚裔拉尔高速公路 朝往中央高速公路方向 惹兰文理出口处之后 有一辆车起火燃烧 当局立刻出动一辆消防车 很快把火扑灭 失果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近20年来 一些发展中国家 蔬菜水果价格上涨近一倍的同时 垃圾食物的价格却下降了两成 这个不健康的趋势 令专家担心 稍后的纸伤风云带你了解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我们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看看各地报章有什么主要的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心区域新闻 大批难民涌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在过去的两天里 这两个国家已经救起了 两千名海上偷渡客 这些人大多是饱受迫害的 缅甸罗兴亚人和孟加拉托渡客 我们综合了马来西亚新州日报 和印尼亚加达环球报的报道 昨天马来西亚警方在佛罗交易海域 救起了一千一百多名难民 他们当中有一百多名是妇女和儿童 另外印尼昨天和前天 在班达亚齐的海域 总共救起了一千名难民 香港《民报》还刊登了这股偷渡潮的难民逃亡路前 那么这些命运悲惨的偷渡客 以罗兴亚人占多数 这也让舆论再次密切关注这个饱受迫害的族群 来看看中国媒体刊登的一组反映了罗兴亚人苦难生活的照片 罗兴亚族群的人口超过一百万 主要聚居在缅甸西部的若开邦 他们信奉回教 说孟加拉语 这也使得他们和一直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人 显得格格不入 从1978年起 缅甸不再给罗兴亚人发放公民身份证 为了逃避迫害 他们不得不选择踏上危险的征途 偷渡到周边国家 比如说孟加拉 泰国和印尼去寻求生计 经济相对比较好 又有众多回教徒的马来西亚 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 罗兴亚人先要逃到泰国南部 向偷渡集团支付高昂的费用之后 才能够继续形成到马来西亚 而那些无力承担费用的人 就会被迫劳动 成为人口贩卖的对象 根据雅加达环球报的报道 联合股估计 今年第一季已经有多达 两万五千名罗兴亚难民从海上偷渡逃亡 比去年同期多出一倍 随着泰国警方积极堵截陆路的偷渡路线 选择破旧危险小船来偷渡的人 可能会更多 因为泰国日前在南部丛林 发现多个人口贩运营地和偷渡客的乱葬港 引发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注 并使得泰国政府加紧清查 打击偷渡集团 根据香港明报访问的民间组织负责人估计 泰国的偷渡集团已经开始转向 主要使用船只来运送偷渡客 滞留在马六甲海域的难民 可能多达八千人 情况令人担忧 社会动荡 战乱和种族政治迫害 都是造成难民偷渡问题涌现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海上偷渡问题严重的地区 就是地中海了 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 从利比亚等北非国家逃往欧洲的人不断增加 今年以来已经有六万人试图横跨地中海 偷渡到欧洲大陆 但是一千八百个人最终葬身大海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十倍 一次次的难民船轻浮事件 使未来的地中海仿佛成了死亡之海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欧盟正在考虑实施难民配额制度 也就是强制各成员国按照一定的比例配额来收容难民 但是想要各国都举手赞成恐怕不容易 英国就表示强烈反对 声称打击偷渡潮应该从舌头入手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指出 怎么样同欧盟就难民问题讨价还价 将成为首相卡梅伦连任之后的第一场战役 我们都知道肥胖问题和我们每天的饮食有着很大的关系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对于中国等四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 近二十年来在这些股价高热量不健康的垃圾食品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而相比之下健康的新鲜蔬菜水果却涨价高达将近一倍 这令专家担忧 价格问题导致人们消费了更多垃圾食品造成肥胖问题 因此呼吁采用更先进的农耕方式把健康食品的价格降下来 报道举例说在中国绿色蔬菜的价格在二十年里上涨了一倍 同时在韩国制作泡菜所使用的大白菜价格也上涨了六成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比如在英国自1980年以来冰淇淋的价格下降了一半 而蔬菜水果的价格却上涨了两倍 接着关注股市动态 美国隔夜股市略微下滑 欧洲股市同样普遍退低 在本地股市方面 海峡时报指数昨天上扬18.79点 日市报3470.8点 本地三大银行股的股价都上扬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行在分析报告中维持银行类股加棒的评级 认为加息是刺激银行股走势的因素 分析师最看好的是星展集团 并且把目标价上调到24.8元 其次是大华银行 同样是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调高到27.5毛 另外 分析师对华侨银行的股价走势持谨慎态度 并维持持有的评级 目标价11.5毛 最后来看今早刚开盘的亚洲股市情况 秋德巴医院调查显示 患有膀胱扩动症的病人 人数有上升的趋势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 那患者主要是哪些年龄层呢 网络之后的山芳宝剑带你了解 欢迎回到陈光第一线 今天山芳宝剑要谈的呢 就是膀胀过动症 也就是膀胱肌肉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排尿 导致尿失禁或者是排尿次数频繁 秋德巴医院最新调查显示 患有膀胱过动症的病患人数有上升的趋势 去年有302个病患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 人数比起2012年多了1.5倍 医生说很多病患觉得病症让他们觉得尴尬 不好意思求医 但是医生劝告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病从浅中医 如果发现自己有病症的话 一定要及时求医 老师说这个膀胱过动症 科学这么多年了 研究这么多年 抓它抓它的 要抓它的底 它的原因 现在研究方面还不能完全确定是什么原因 可是我们知道有几种因素 它符合在一起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因为他们排尿习惯 真的不健康 一直憋尿 我本身看很多病人是他们驾车 回宿业的病人 好像德士司机送过来 他们没办法找厕所 所以一直憋尿 如果你不按时排尿 你膀胱的压力越来越高 它就会有个开始不稳定 会错乱 膀胱过动症病患 轻微的可能每两个钟头就得排尿 严重的话 每15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 这种病情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会带来很多不便和困扰 一星期两星期 一年两年这样算下去 很多这些病人真的是有心理病人 他们找心理医生 甚至不敢旅游 不敢出门 个人的那个平衡 还有个人的那个信心 全部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病患平均年龄是60岁左右 而且以女性居多 医生说这可能跟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 女性荷尔蒙减少有关 不过女性碰到这种病情 一般都会尽快求医 但很多男性病患则会选择逃避 虽然这个病患影响女孩子比较多 好就是女士比较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会早一点跟医生谈一谈他们的问题 男人就不一样 你知道男人真的是 就除非他的骨断 真的是不看医生 女孩子接受能力比较高 男人有尿失镜问题 真的很尴尬 他们很困扰 所以他们虽然尿失镜还是会脱一块 真的是不好意思不想跟医生谈 邓树强是一名企业家 七年前开始经历膀胱过动症的症状 不过拖了一年才去看医生 我飞到槟城 排行我的电子厂的客户 然后每个约会完毕以后 我就要找洗手间 所以过了一年 我的国外的朋友 说可能有一个病情 要去看医生 做了很多试验 才肯定我患有这个膀胱过动症 起初的时候 他配药给我吃了 那么那个病情就稳定下来 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因为每两个月 我要到中国跟印度 去拜访我的电子厂的客户 然后我就背了一个container 还有一个止尿片 那么我去国外的时候 如果碰到一些问题 就马上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了解病情之后 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反而想鼓励更多病患 尽早求医 膀胀过动症有哪些治疗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完全恢复 膀胱正常的运作呢 膀胱过动症 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来调整 比如说 少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还有通过医生的指导 来训练自己排尿的频率 除此之外 病患也可以通过手术和药物 来控制病情 最近医生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式 就是在膀胱打肉毒杆菌 邓树强就是其中一个 接受这种新疗程的病患 我一直在吃药 起初药物有效果 可是到现在七年后 那个药物没有什么作用 还有这些药有一些副作用 第一是你会觉得快要睡觉这样子 其他的两个药是弄到你的口很干 听说现在有一个Botox treatment 我就打算下个月不妨试一试 还可以把这个病情医好 医生表示 虽然注射能够帮助控制病症 但患者还是应该继续培养 健康的排尿习惯 我们会放内归镜 镜旁观 镜的旁观我们就会 就会在旁观里面打可能 20针还是25针 它可以六个月到九个月 甚至一年的效用 所以那个这些病人 在这个时期 他们没有这个 这些尿失镜的感觉 还是急尿一直去排尿的问题的话 他们就不需要服用药物 长期来讲 我们是希望 从那个旁观训练 把它调回正常的旁观习惯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浏览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还有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芝英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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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